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同学知道宇宙的诞生就是因为一个Big Bang 就是大的爆炸而产生的宇宙 那么同学你今天爆炸为什么会产生宇宙 就是因为在爆炸的时候很多很多东西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就产生了爱因斯坦所说的质量 那么好那请问一下这个东西相撞到底是什么东西相撞 然后它撞了以后真的会形成质量吗 这都是一个谜到今天为止我们也只能去推测 但是在欧洲的科学家同学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么多的时间总算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同学这个是2008年 同学在科学史上的确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底下在老师开始讲解之前 同学咱们先走一遍 我必须要先讲这一篇的内容非常困难 你对天文物理学感兴趣的同学 你一定会对这个主题会感到想要探索它的秘密 来咱们先走一遍 这个最大的大幅 gold 这大幅是比例减兇十分之一个 14年前的종地卧带arts 今年十分之一 这个特徙回想要解释何 secret 因为所有大力学生发生 一条龄交迹 discovery near Geneva the plan,around 27km or17miles of underground track at nearly the speed of light to smash them together and recreate conditions less than a microsecond after the big bang massive detectors will try and track down subatomic particles released from the collision the most highly anticipated the higgs boson also known as the god particle theorized but not yet proven to exist Scientists believe it gives matter its mass allow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stars, planets and whole galaxies There are detractors On YouTube, you get this Some fear the experiment will create a black hole that will swallow the earth But CERN says this will not happen 好,同学,咱们现在开始讲解 这篇真的是有一点困难 不过有偶尔,同学咱们要练一点困难的东西 来加强大家的阅读能力 还有同学,你的听力 各位请看 他这个主持人说了 This is the biggest scientific experiment ever 他说这是最大的科学实验ever 同学ever画底线 同学ever这个字啊 如果单独使用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用法 就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 同学,他这个地方啊 同学,这个是最新的用法 那你看呢 14 years,14年 而10 billion 同学,一个billion是10亿 所以说同学 现在10个billion就是100亿 同学,你自己算算看 100亿美金是多少钱 然后in the making 在整个的建构上 the goal,目标是什么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 设法理解宇宙的秘密 同学,universe代表宇宙 by,by加动名词表方法 靠着recreate re是不是代表再度 create是不是代表创造 也就是再度创造那一刻 the moments 那一刻 就是在big bang 同学,big bang就是大爆炸的意思 就是老师刚刚讲 宇宙创造的来源 在大爆炸 这个爆了以后 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准备把它重现 好,那同学你看到 底下他说呢 这就是 这个large hardened collider 他说这个巨大的hardened collider 同学,所有的collider 就是你自己在旁边付诸 他那个前面的c-o-l-l-i-d-e 把它画底线 那个叫碰撞的意思 碰撞 那就是碰撞器 这是个巨大的hardened 碰撞器 或者简称叫l-h-c 它说affectionally 同学,affectionally 同学,这个原来你可以翻译着 感情上 感情上 那同学,这个就是 那你也可以翻译着好玩的 我们好玩的把它叫做 big bang machine 就是大爆炸的机器 在serum 同学,什么是serum 这是一个简写 是European Particle Physics Laboratory 它说欧洲的particle 同学particle自己付诸 翻译着颗粒的意思 或者粒子 这个在物理学上 有特殊的定义 这个物理学的实验室 同学,这个就是 欧洲的核能委员会了 简单来讲 就是欧洲的核能委员会 那么在日内瓦附近 Geneva The plan 那它这个计划是什么 是beam 同学,这个beam自己 附诸 这个beam同学 当作名词的时候 叫光束 不是光线 而是雷射光那种 一束 一道强光 叫做beam 那同学如果当动词的话 就是发出强光 它发出强光的颗粒 around 大概27km 或者是 这个同学 around代表大约 27km 代表公里 或者是17英里 它说of underground 在地底的track 地底下 underground track 代表轨道 几乎同学 那么长的距离 在27公里的轨道上 27公里的轨道上 在地底的轨道上 那个速度是多少 and nearly nearly代表几乎 the speed of light 以几乎光束 来smash them together smash代表碰撞的意思 同学,这个字重要 我们也学过 就等于刚刚的collide C-O-L-L-I-D-E 那么两边同时放式 然后在这个碰撞器 这个地方碰撞 and recreate 重新创造这种环境 condition 同学叫做环境的意思 各位记住 condition这个字 加一个S 就是环境 来创造出这个环境 less than 他说不到a microsecond 同学不到多少秒 同学把micro画底线 micro画底线 所以说同学 我就讲了 老师上课讲的东西 你一定要了解 要不然碰到这种地方 你怎么样去理解呢 同学micro 大家都知道小 好 小到什么程度 我上课是有跟大家讲过 micro是多少 是不是10的负6次方 对不对 10的负6次方 那同学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以不到10的负6次方秒 那么10的负6次方秒 那么在这个大爆炸之后 这么短的时间来模拟它 两边放出来 中间碰撞 massive massive同学自己付出 这个代表巨大的 巨大的 巨大的detector 同学detector 代表着侦测器 侦测器 巨大的侦测器 会设法 而且track down track down 同学代表说捕捉的意思 subatonic article 同学把SUB画底线 SUB代表下面的意思 对不对 代表次级 atomic 代表说原子的 比原子在次级的颗粒 它说释放出来 from the collision collision同学 是不是碰撞的意思 就是刚刚的collide 那个字的名词 也就是说 在这个碰撞之后 所释放出来 比原子还要小的颗粒 这个巨大的侦测器 会把它 这个侦测到 the most highly anticipate 我们最被我们 所期待的事情 anticipate这个字 同学叫期待的意思 同学 这个字 不要忘了 anti 同学代表前方的意思 前面 那么同学 CIP 老师说过 CIP代表抓 所以说同学 抓前方的东西 就是预期 预期 最被我们预期的东西 就是什么 叫做 Hick Bossom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也叫做 上帝的颗粒 Vargar Particle 这什么意思呢 theorize 同学 这是理论化 他说呢 但是还没有证明是真的 那同学 那同学为什么叫做 上帝的颗粒呢 你看他底下说了 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颗粒 给了东西 Give matter matter一般东西 It's mass 同学把mass 挖底线 自己付出 mass代表质量 就是这种 碰撞以后 所产生出来的 上帝的颗粒 给了一切的东西 质量 允许形成 Align for Formation Formation 叫做形成 允许你形成星星 Planet Planet同学 叫做行星 And whole galaxy Galaxy 同学自己付出 叫宇宙 整个宇宙 都是这样形成的 因此同学 如果这个实验 能够成功的话 而且掌握到 物质是怎么来的 那同学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下一步就非常可怕了 因为你知道 所有的东西 它是怎么来的 你就有办法去模拟 换句话说 你就可以创造东西 那是一个 极可怕的东西 所以说各位 你想他们愿意 花这么多钱 能够做上帝啊 对不对 能够创造任何东西 出来 比你那个基因改造 那来的伟大的多 各位看 但是有人说啊 各位你看 There are detractor 同学第一 自己付出 代表down track T-R-A-C-T 是不是代表 拉的意思 我是不是讲过 一个字叫 Attract A-T-T-R-A-C-T Attract 是不是代表 吸引的意思 是不是把你拉过来 好 也有把你向下拉的人 就是毁谤者 也有毁谤者 同学 但是这个是真实角 不知道 Go on YouTube 你上上YouTube网站 你就得到这个 有的人害怕 这种实验 会创造出黑洞 没有错 同学 黑洞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同学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说黑洞 同学你想一想 整个星球都有办法 把它吞噬在里面 物理学强的同学 帮我做个证 有没有这种东西 爱因斯坦 有人去问爱因斯坦说 有没有这种东西 它的体积是无限小 但是它的质量是无限大 同学我再讲一遍 有人问爱因斯坦说 有没有这种东西 它的体积是无限小 小到你难以去侦测它 但是它的质量 同学却是无限大 爱因斯坦说有 就是黑洞 那同学 应该这样讲 有人这样问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说有 在宇宙中就有这种东西 但是爱因斯坦 当时并没有给它一个名称 叫黑洞 结果后来在天文学上去研究 才发现还真的有这种东西 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爱因斯坦 你根本没有 你没有仪器去侦测到那种东西 你怎么会知道 宇宙中有这种地方呢 所以说人家讲说 爱因斯坦是宇宙人 这个是外星人 就是这样来的 那总而言之 同学 这个大爆炸的时候会产生黑洞 那现在怎么办 万一在地球上有黑洞 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 他说some fear 就创造黑洞 那我swallow 同学swallow自己 附属翻译的吞石 他把整个地球都吞下去 但是生人说 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发生的时候再说嘛 对不对 反而科学家的理论都是这样 所以同学很有趣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一篇非常困难 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听得懂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英俭中高级的听力 根本你不用担心 因为英俭中高级的听力 比这个简单不到多少倍 来从头到尾 同学把耳朵 同学竖起来 咱们整个走一遍 地区域估计划 地区域估计划 大约迟怕 而两次 尾塞 地区域估计划 and recreate conditions less than a microsecond after the Big Bang massive detectors will try and track down subatomic particles released from the collision the most highly anticipated, the Higgs boson, also known as the God particle theorized but not yet proven to exist Scientists believe it gives matter its mass, allow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stars, planets and whole galaxies There are detractors, on YouTube you get this Some fear the experiment will create a black hole that will swallow the earth But CERN says this will not happen